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接下来的两天呢 我觉得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要紧的 就是习近平到底是否还在 那北戴河有没有发生权力重新分配等等的问题 其实都会有了一个答案 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 他在昨天晚上六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抵达北京了 他是先去了广州一趟 然后呢就去了北京 对于习近平来说呢 就是北戴河的度假时间要结束了 不管他身体有没有问题 他的权力有没有问题 19号和20号这两天都差不多可以见分晓了 他如果不能切切实实的出来的话 那么网络上的谣言啊 舆论啊就不可能停下来 虽然说即使他出来也有可能会说这是一个替身啊 但是总比他不出来要强得多 我觉得这个谣言开始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不会彻底消失 所以习近平的替身梗应该永远不会停歇了 但这个概率其实不太大 原因什么呢 就在于 对于现在的中国或者说中共来说 习近平他并不是一个不能被替代 或者说不能被这个政权所失去的人 不像金家王朝 那是人家那个血脉的传承 你说三胖他如果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之下突然没了的话 是会引发超级巨大的一个朝鲜内部的政治动荡的 所以隐瞒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像习近平现在内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他赶紧没了的 如果是真的没了 不太可能会一点消息都透不出来 现在网络上流传的那些消息主要是可信度实在是太低了 比如说还有什么北戴河内部具体都谈论了什么 就是都流传出来了 我就很难想象你说在北戴河开会的人 他会拿一个什么小号之类的 在网络上把这个会议的内容都全都给暴露出来 我真的看到了就是好多就是各种各样的 有说要联合逼宫习近平的 有说习近平哭着求放过的 有说中南海已经打起来了的 还有一些就是详细到他就是元老之一的感觉 那像这种呢他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是真的 我们就当个同仁的故事看看就算了 习近平呢什么时候会见这个越南的国家主席 又是以什么方式 现在这个点了也依然没有相关的消息出来 万众瞩目啊 习近平你才是真正的流量大手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实在是想不到 就是中共已经把器官捐献写在了小学课本上 这是要干什么了 来看看吧 器官交线竟然已经出现在了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上了 更夸张的是 四年级的科普串都已经来上了 真的是肆无忌惮了 难道这是要摊牌了吗 把我们当牛马就算了 这是难道是要直接吃肉了吗 就是有这么夸张吗 就这么想活吗 你说那些人从小就已经开始教育韭菜们器官捐献 从小就让他们开始接受这一点 就像之前跟大家说的 器官是必须在活人身上取才能使用的 在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之后 这人的器官其实已经不能再被用来移植了 必须得是这个脑死亡了 但是心脏还在跳的这种状态之下才能行 而且器官移植的时候是会给被摘除器官的人打麻醉的 很多人说这是以防万一 但是如果说真的已经确定这个人已经完全死亡了 他丧失痛绝了 或者说他不会再对被摘除器官有任何的反应和反抗的话 那为什么还需要打麻药呢 我就在想中共现在不会真的是在给全世界 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在供应器官吧 毕竟他们连尸体都能当商品一样交易 我实在想不到他们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另外呢大家应该还记得 器官的最佳使用年龄是16到60岁 那当然相对来说还是越年轻越好 所以中共现在在推行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高中生入学的时候 全体都要抽血 按照中国现在的入学年龄 等到高一的时候就正好是16岁 高三的时候是18岁 也就是说高中三年连带着大学 是一个人器官最新鲜 生命力最强劲的一个时期 学校体检是很正常的 我当时不止高中 初中甚至小学的时候 我都会经常被安排去体检 但是真的从来没有抽过血 这才过去几年 入学体检居然就要抽血了吗 而且这还不是这个高考前的那次体检 而是入学体检 为什么要抽血不懂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地区的不同 毕竟我也没有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念过书 或者真的是时代变了 中共现在已经有人说 中国七成的青少年都愿意捐献器官 中国将成为器官捐献大国 就是说在经济咱们可以当当大国 科技你当当大国也很好 你这个哪怕是医疗水平你当大国你都很好 但是这个器官捐献大国真的有什么必要吗 现在已经发生了什么 脚踝受伤 去到医院之后不给治病 然后脑死亡 然后被捐献了三个器官 还有运动完之后 喝了冰水肚子痛 送去医院之后被脑死亡了 然后还要强迫人家这个家长签 器官捐献同意书的 还有小孩骨折被判定脑死亡 然后呢被捐献器官的 真的太多了 而且这些还都是最近发生的 还被爆出来的 你如果再往前一直数的话 根本就列举不完 看来现在至少在中共看来 中国是各种意义上的缺人 那么在1982年的时候 报纸上写着多次生育对母体有害 2024年报纸已经写着 生育能帮女性防病 这个又是一种类似的灵活就业吗 那灵活医疗是吧 这真的是司马赵之心了 谁都能看出来这人的目的了 所以中国看到的消息 不管是不是政治相关的 都是不可信的 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中共的政权而服务的 有人说无论如何数学是纯粹的 科学是中立的 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问题 在文革时期甚至有很多中国的科学家 还有一些什么物理 化学 生物之类的研究者 秉持着这样的信念 结果最后怎么办了 被革了 所以说在中共统治下不是的 没有什么是绝对跟政治不挂钩的 但是中国人又是被严格控制 绝对不准讨论政治的一群人 你说真的是 处处都是矛盾 中共它为了政治需求 什么健康的问题 科技的问题 全部都可以拿来造谣 胡说八道 不要觉得政府这些声誉的压力 他们就随便吹吧随便说吧 反正现在的中国人根本不理他们 也许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 我就不生 你能怎么样 什么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 就是年轻人的一种宣言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不管是父母也好 还是社会环境也好 像这种就是中共营造一个需要生孩子的 或者说大家都应该生的这个氛围出来之后 中国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有一位这个今年36岁的一个女士 她就因为不能生孩子 觉得活下去没有意义 我去医院做了一个生育率检测 我的雌激素水平已经达到绝境的状态了 也就是说我几乎不可能会生孩子 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孩子 也不可能有人跟我结婚 公司也倒闭了 如果我没有收入 我该怎么活下去呢 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公司倒闭了 我觉得可能是唯一需要被伤心的一个理由 就现在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但是说到这个生孩子的话 我真的觉得 就是你要么被社会绑架了 要么就是被基因绑架了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说又不是我生孩子来的 一个孩子的诞生 我觉得一定要基于父母是相爱的最好 然后这样的话孩子生出来才会被幸福 然后呢才会被认真的去抚养长大 才会被认真的对待 中国现在真的新生而少 确实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了 主要是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实在是太大 大家也知道 中国报出来的失业率是假的 青年的失业率其实已经肯定很吓人了 那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怎么生孩子 肯定没办法结婚没办法生孩子嘛 但是 其实中国现在很多70后80后还是在生的 有很多家庭他们真的为国家贡献了三胎 更别说中国偏远一点的那种农村的地区了 基本上很多女性在那都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生孩子 从能生一直到生不出 中间一直在生 前段时间中国有一个网络上的账号 他拍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头 专门找了一个因为患有癫痫 所以有点吃傻的30多岁的一个女性 两个人就一直生孩子 住在一个我觉得很像那种垃圾回收站那种小房间里面 但是呢因为养不活 他们也不会养 所以其实已经死掉好几个了 但是还在生 年年都生 而且是那个70多岁的老头一直要求生 因为这个女性她患有这个癫痫 然后犯病次数太多 所以她有点耻顿 而这位女性也不确定是不是她拐卖来了 或者这个老头就是 看人家这个脑子不好使 给人家弄过来 总之就是你说在中共国 你生一个孩子出来 他从小就被当做这个洗脑 成为这个器官捐献者 然后呢学着这个习近平思想 现在长大之后呢 做牛做马的拼命干活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中 他也许创造了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的价值 他自己只拿走其中的1%可能都不到的金钱 然后呢过着苦巴巴的生活 那等到他死掉的时候 如果说死亡年龄不超过60岁 可能还会面临先摘出器官 尸体再被当作商品售卖 这么的一个结果 你说这样的一个未来挡着 你到底为什么 会因为在中国生不出来孩子痛哭呢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继续之后呢会看到会员专属的 最新的收集问题的贴文 然后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出源权考虑 我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下所有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做答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